那搬移的方式當然我剛提過就是你可以看怎麼去排序 那當然我們就是如果是I-1 根據清單的話如果是I-1的話是從左邊加一秉到嗨 那如果是等於1的話呢 那他就剛好顛倒過來 所以你把它再執行就顛倒過來 順序顛倒 我剛講如果你要再把它改回來就是這邊 這邊I-1 OK 那這個有時候同學比較容易卡住啦應該知道這個意思吧 I的話其實就是因為我要移動到第幾個 所以這個前面的這個X只用名稱 後面這個SHITS是用第幾個 所以SHITS的位置 基本上你要去抓哪一個工作表 表示方法有兩個一個是用名稱 可以假扳前後算以後 這個是第幾個 如果他是放在最後一個13 那你就是SHITS 8虎13 給兩種方式去表示哪一個工作表 不過呢 如果你那個位置會變來變去的話 盡量還是不要用13個 不然的話 你假扳如果換一個位置 你就抓錯資料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用陣列 當然 覺得啦 如果你實在一下腦筋還轉不過來 你陣列可以當然參考 不過未來你如果不是不一定是VBA 如果你在其他的城市語言 也一定會用到陣列 那這個陣列呢 如果你過來的話 將來你要暫時放一些 一個類似清單的資料 那就會有問題了 變數呢 一般只能放一個資料 如果像這邊你有13個資料 你不可能宣告13個變數 通常 把這13個資料 宣告一個列 讓這13個資料存放 OK 陣列有的時候還是會跟什麼 跟 像Excel 跟資料庫做串聯 就比如說網路上抓的資料 一個表格嘛 那一般還是會先放在一個陣列裡面 那陣列有像這個是所謂的一維陣列 還有所謂的二維 二維陣列 基本上就是 縱向的是一維 那如果你的橫向有沒有 有 藍的話 那這個就二維的 所以其實呢 基本上有沒有 這個Sales 刮五後面這個 其實 基本講起來Sales 其實他應該也算是有點 二維陣列的味道 有沒有 這個數字的話 是決定列 這個數字是決定藍 那這個一般 政列的觀念就是二維的陣列 很多人 光想到那個陣列就頭痛了 更不要說是二維陣列 所以有時候反而在以Sales 裡面我乾脆直接把資料放在以Sales裡面來處理 看得到嗎 至少比較具體 如果你看不到你把它放在記憶體裡面處理你的頭會很痛 OK 像我以前教Java來說我教二維陣列很多同學都聽不懂 一直跑來問一直問 說 後來我乾脆說你乾脆看以Sales好了 以Sales裡面就是二維陣列嘛 對不對 所以資料庫的資料當然它怎麼倒到 一個 一個地方 你要能夠暫時存放 那如果放Excel你看得到 可是你放 列裡面看不到 可是它概念是相似的 OK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我剛剛講的 我說我今天呢希望 這13個導師 每個人呢都能夠 收到 那個 個別的檔案 所以我們現在呢會有13個 希望呢 他能夠自動一鍵完成什麼呢 我在桌面上 要講 名稱呢 叫VBA 你未來你不一定叫這個 我只是我們等一下上課Demo 的結果 我希望把什麼呢 13個工作表 一鍵完成 自動幫我 存到裡面 變成13個Excel檔案 就是指了什麼 就是把一個工作簿 就是工作簿的分割 本來一個工作簿 變成13個工作簿 那這13個工作簿 其實就13個工作表 要怎麼做呢 以前可能你要 自己存 如果說你懂得用那個 我們的 以前怎麼做 以前先假扳 按右鍵 然後移動 重複製對不對 然後 先新一個活業簿 然後把它按確定 活業簿了 有沒有 然後你先把令存新檔 哪裡呢 存在桌面上的 資料夾 叫假扳 按存檔 一個完成 那第二個怎麼做呢 第二個再繼續 繼續 這個就把它關掉了 好 那繼續 再來 以扳 再一次 做很久 那如果我希望一鍵完成 我DEMO一下 各位看一下 如果一鍵完成 一 不過那個假扳你會發現 假扳消失了 應該是 複製的時候 要記得要建立副本 打勾它就 跳出去就不見了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怎麼把假扳 乾脆這樣 先拖拉一下 把這邊先 拿以扳的 反正這個只是一個 一個DEMO 所以這邊 這個把它改回 改回假扳好了 好 那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一鍵完成 我先DEMO 給各位看一個結果好了 如果我三個工作表 那我希望一次就完成 並且放在哪裡呢 自動把它放在VBA裡面的話 我先DEMO給各位看 就是 第三段程式 工作轉為工作部 名稱指的是 我的名稱來源 是從 每個工作表 自動的名稱 工作表名稱自動變工作部 那其實程式並不長 封回圈 封回圈 裡面放 大概 四場程式 最後一個工作表 試一次給各位看 執行 他就是做我剛剛做的事情 一直在閃爍 那這個動作其實我剛剛做的 只是說我剛剛做的要做13次 現在按一下全部完成了 有沒有看到 好 再來的話 等一下第二段程式 就是 我們又有新的更新了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把舊的刪掉 所以舊的怎麼刪掉呢 告訴他說 我的路徑在哪裡 然後呢 幫我用Do-Fi Do-Fi就是 一直刪除 刪到 沒有為止 OK 我們把它看一下 直接執行 所以大家主要是講這兩個 一 P式 所有工作表變工作部 第一個 如何 P式的自動全部把它刪光 OK 這樣沒問題 那怎麼做 一樣在這邊先插入一個 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我這個名稱叫 P式將工作表轉為工作部 那為什麼叫名稱呢 因為我另外有個用清單的方式 不過我覺得那個方式可能沒有用這個好 那我怎麼 可以把所有的工作表 變成這個工作跑 特別之外你可能要 知道幾個概念 一 要怎麼樣可以 複製 但是複製 一樣 你如果不太確定那個功能的話 你可以用 即時運算式 我們剛剛不是有 Move 對不對 那其實在 在那個 VBA裡面 其實也有 點Move 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地方也可以點什麼 點Copy 的話呢 他有幾種做法 一個是什麼 你要Copy到哪裡 比如說我希望把假班 Copy到 最後面好了 所以你這邊 可以 After也可以 剛剛是那個before嘛 你可以把它改成After 冒號 最後一個 續次 刮 這個是什麼 其實你可以 不過 另外一個方法 續次 前面有 講過蠻多 點Count 點Count 就抓到最後一面 就剛好13 那意思就幫我 call一個假班 放在最後面一個 如果你這邊按Enter 會怎麼樣 看一下 Enter 假 自動 那 如果呢 你有名稱的話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它變 刮鬍2 OK 他其實還蠻 蠻好 他不會產生錯誤 他會變成3 自動幫你怎麼樣 加個刮鬍機 OK 那如果你要 還記得吧 反正就把它 點Copy 點Delete 對不對 OK 那 可是問題我們現在不是要複製工作表到旁邊 我們是要 複製一個工作表變什麼呢 變成一個工作簿 那如果你變一個工作簿的話 我先把這些刪 其實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工作簿的話 記得喔 後面這些參數有沒有 可以把它刪掉 假班點Copy的話 Enter 特別注意喔 點Copy的話呢 這一行的敘述意思就是說 他會自動幫你把假班 複製一個 空白活業部 就是工作簿 所以我Enter給各位看喔 他會Enter喔 有沒有發現 假班 而且他會變54 那原來的東西 原來的東西還在 他其實只是怎麼樣 另外幫你彈出一個 等於是一個複製 有點像我剛剛做什麼 我剛剛是漏掉那個動作啦 就是按右鍵 移動或複製 這邊是 然後把那個假班怎麼樣 在這邊 OK所以基本上 剛剛那個動作假班點Copy 實際上呢在 Excel裡面的這樣子 移動或複製 新一個工作表 建立複本 其實他錄製就一行 OK好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我們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現在 正在前面的 因為他點Copy 他會彈出來 在最前面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指定 這個工作表的話 那其實喔 這個 工作簿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 Active 前面我們不是有 Active Active Workbook 那只會有一個 所以你這邊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 Work 就是目前正在活躍的 這一個 指的就是他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稱 因為他可能活躍部 現在是54 可能下一個就5556 名稱也許都不是固定的 那所以我要叫他的話 我就叫Active Workbook 但不加S 因為只會一個 點什麼呢 幫我做什麼呢 Save as OK 就是說什麼 幫我另存新檔 OK 所以呢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利用另存新檔 其實就這一行 我們直接來看 可是特別說F Copy as 那這兩種其實都可以 那 到底差異性在哪裡呢 基本上 SaveCopy as 是 另外幫我存一個 那原來這個東西 因為 SaveCopy as 變成有兩個了 你Copy了一個 BBS 然後我的名稱怎麼樣 就把它叫 這個名稱 那如果你是 原來的 就不會 不會 就是不會多產生一個啦 那兩個方法哪一個比較好呢 我試過其實 差異性不大 也許等一下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說你將來 如果你是用SaveCopy as的話 那你把它Close掉的話 這個地方後面請你加一個False False意思說 原來 我因為我複製了另外一個 原來那個就不要存檔了 否則的話會多一個 這不知道各位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基本上呢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試一下 把它用那個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 大概 需要知道的 1回圈 4i 等於第1個工作表 到最後工作表 一個NAS 那先取得什麼呢 第1個的名稱 比如說我今天 第1個 那基本上第1個是 HIGHBAN 所以先把HIGHBAN的名稱 先放AX 然後把這個 Copy一下 Copy它就彈出嘛 然後呢 把它SaveCopy as 把這個名稱改成 特別注意喔 那後面這裡 特別它的HIGHBAN 名稱我要跟什麼呢 跟我的路徑串接 那因為我的 這個 再有一個 那特別注意喔 請你注意一下 按右鍵喔 把這個資料夾打開之後 上面的資料夾 路徑按右鍵 編輯路徑一下 因為喔 我貼上面的 不見得跟你們的一樣喔 所以喔 可能你要 自己再按右鍵 把它複製一下 那記得貼在哪裏 這個路徑有沒有 Copy到 後面這個路徑 貼上 這邊要多一個斜線喔 這個斜線指的是根目錄喔 少這個 會出錯喔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根目錄 它不會放資料夾裡面 會放在資料夾外面 然後就HIGHBAN 點 副檔名要加 這個副檔名如果不加的話 那將來它這個 檔案也不會 是正常的 OK 那我們來 RUN一下給各位看喔 1 我們先抓到那個 什麼呢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呢 在這邊是指的是HIGHBAN 所以把HIGHBAN先名稱抓到 然後把HIGHBAN做什麼呢 Copy一下 所以它彈出來叫工作表55 HIGHBAN 那我把它 另存 到哪裡呢 到桌面上 所以呢 我把它save copy as 好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已經把那個檔案存在哪裡呢 存在HIGHBAN了 所以這個現在的 回覆55 因為我是save copy as 指的是什麼呢 我把這個HIGHBAN 是copy過去的 那它原來 這個還在啊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 你把它close掉 但是close的時候呢 記得 後面記得還要再加一個 敘述叫FALSE 這個FALSE指的是什麼 這個 活躍部55不要存檔 就關掉就好了 這樣子 是一種方法 另外其實你也可以試試看用save as save as 這改為True喔 因為save as 如果你沒有True的話 就不會存檔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大概會這樣 然後 close掉了 它關掉有沒有 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那就抓到誰呢 抓到下一個是 承斑 那把承斑怎麼樣 一樣 幫我存過去 它現在是工作表 回覆55嘛 然後承斑過來 過來了 OK 然後把這個關掉 好意識類推 換下一個 所以這樣 直接執行 它會一直跑 如果你要一直閃爍的話 前面講過你可以把那個screenupdating 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講的這一段程式 是在雲端上面的 這邊 上面是 抓那個假班的那個清單 不過我覺得 可能沒有底下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直接看這一個 待會再來看 如何刪除 可以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剛剛最最重要的 那個 續舍物件裡面的 Copy Copy特別注意喔 如果後面 有 Before 他就是幫你 複製一個工作表 但是如果沒有 Before 沒有After 意思就是 新一個 活業部 它自動幫你 複製成一個 活業部 那你當然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選擇要 存檔 存在哪裡 你跟他講一下 這裡可能要注意一下 試一下 來吧 來吧 來吧